李家超指政府會製造不同政策鼓勵生育 給家庭做生育決定時容易些 今次施政報告有提出優待有嬰幼兒的家庭上樓和買樓 並在稅務上提供支持 亦建設有善育兒環境、增加託兒中心等 但他坦然決定的是父母 父母考慮生育的因素會有很多 例如小朋友的發展、居住環境不僅是政府的政策 有主持人指更年有很多年輕家庭和子女離開香港 反映他們對香港前景沒有信心 被問如何留下這些家庭和說服他們生育 李家超反駁指不同意有關人士因對香港沒有信心而離開香港 聲稱他們來說可能是為家庭團聚 以及不同地方都搶人材 他又稱香港經常有人移出移入 亦有離開的人回流 市民陳小姐致電電台節目指 自己剛剛生了第四名子女 但沒有因為今次的施政報告受惠 並指鼓勵生育兒的措施設立生育時間奇怪 並非以財政年度作計算 李家超回應指 對於滑線問題政府內部都有激烈的討論 曾思考是否在半年前或十個月後滑線 他又指無論生育日期還是哪一天 都一定有生育兒在之前出生 他認為今次是政策導行措施 希望給市民一個強烈信息 再現起行就最清晰 因此決定在宣布當日生效 李家超有稱兩萬元等同一封禮事 讓大家明白政府希望大家生育 另外今年施政報告提出修訂中鐵線方案 除了原定的東北維中中途站外 再新增全景維和東北全灣兩站 據港府的消息人士透露 全灣線將會新延至全景維站和中鐵線連接 為兩條鐵路線起分流作用 而葵青石尼北區區議員林紹輝 昨晚在Facebook直播中表示 至特首公佈消息後 很多街坊紛紛向他WhatsApp發訊息表示歡迎 但他坦然新鐵路規劃年期甚長 當局仍有可能會作出修訂 《笑言我死了都未必開工》 而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指 對爭取當年的中鐵線接駁至全灣感到一位 但認為駁至九龍塘站沒有必要 認為是多事一舉 將來北部都會區會新增接近33萬人口 預計大部分乘客都會在東鐵線的上游車站上車 質疑當局高估九龍塘站的應付轉乘客的能力 請回到東鐵線接駁至全民